大家好,我是阿勇 有的家人每天早上起来吃一个鸡蛋 有的家人甚至还不止吃一个鸡蛋 那么今天我就告诉大家如何健康地吃这个鸡蛋 如果吃鸡蛋的方法不对的话 就会血管堵塞,尤其是老人 各位家人都知道鸡蛋里面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鸡蛋里面的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矿物质、暖磷质、胆固醇、微量元素等等 其实吃鸡蛋就相当于在吃这个全营养餐 但是很多人都不喜欢吃蛋黄 就怕胆固醇高 今天我就为胆固醇给他证一个名 很多人在这里头是有误解的 尤其那些有高胆固醇血症 以及有心脑血管 他们是一点的蛋黄都不吃 那如何煮鸡蛋到底怎么吃才是最健康的 煮骨的鸡蛋大家都知道 它的消化吸收率会特别的高 但是煮不对的话 它对人体的伤害就会很大 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下 煮鸡蛋怎么煮 吃到身体头才是最健康的 首先我们在凉水的时候放入两个鸡蛋 煮这个鸡蛋一定要凉水放入 如果是开水放入的话 它就会炸口 水开之后 我们把鸡蛋给它煮上八分钟 八分钟后 我们这个鸡蛋已经煮好了 我们捞煮到盘中 用笔给它标注一下 等温度稍微凉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煮了八分钟的蛋呢 我们把外壳敲碎 然后掰开 家人们这时候仔细看 蛋白和蛋黄中间呢 是否有个淡淡的这个墨绿色的这个物质 家人们知道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吗 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这个绿色对人体有很大影响 朋友们都知道 鸡蛋里面呢 含这个蛋白质是比较高 那蛋白质里面含什么呢 它就含这个蛋氨酸 长时间加热以后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硫化物 而这种物质与蛋黄中的这个铁 发生反应的话 它就会产生硫化铁和硫化芽铁 有基本的医学常使人也都知道 所以鸡蛋的蛋黄呢 它就会变绿 变绿了后呢 这种鸡蛋呢 消化起来吸收就会比较慢 反而会给消化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 而这种物质呢 往往就会诱发什么 肠癌 这一点不是危言耸听 这一点呢 大家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 下面呢 我们就放到一边备用 那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 那到底鸡蛋如何煮 踩到身体头才是最健康的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煮鸡蛋的水给它倒掉 重新呢 给它加入凉水 然后呢 我们往里面放入鸡蛋 水滚开后呢 我们煮上一分钟后呢 我们捞出两个鸡蛋 放到盘中 我们用笔呢 给它标注一下 三分钟后 我们再捞出两个鸡蛋 我们再放入到盘中 我们把这两个鸡蛋呢 再用笔给它标注一下 五分钟后 我们再捞出两个鸡蛋 放到盘中 我们用笔呢 给它标注一下 写上这五字 那下面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煮上一分钟 这个蛋的蛋壳 给它敲碎 我们用手给它 轻轻稍微掰一下 家人们可以看到 这里头的蛋黄 全部都是这个液体 就是没有熟 好 我们先把这个鸡蛋呢 给它放到一边 下面呢 我们再把这个煮 三分钟的鸡蛋呢 给它稍微轻轻敲一下 这个外壳 然后我们用刀呢 从中间切开 朋友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就是糖心蛋 很多朋友呢 也比较爱吃这种 糖心蛋的这种鸡蛋 好 我们就放到旁边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煮五分钟左右的鸡蛋 我们把这个外壳呢 给它敲碎一下 我们用刀呢 从中间给它切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蛋黄呢 彻底凝固了 而且没有绿色 而且蛋黄呢 也是嫩黄色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仔细一些呢 我扒开这个蛋壳呢 把这个蛋黄给它取出 这样家人们看到 会更仔细一些 好 现在呢 我们回到刚才煮八分钟 这个鸡蛋呢 大家可以看到 煮八分钟这个蛋的 这个蛋呢 蛋黄的表面 它会有一些绿色 以上的给大家讲这些呢 大家可以看住 一分钟和三分钟的蛋 煮出来最好是不要吃的 因为细菌呢 是没有杀灭的 那五分钟这个鸡蛋呢 蛋黄已经粘固 而且这个蛋黄吃到嘴里 还会特别嫩嫩 煮八分钟以上的鸡蛋 就不要吃了 因为它会产生硫化牙体 经常吃的话 它就会优化肠癌 视频看到这里 家人是不是有数了 以后吃煮鸡蛋呢 最好还是把这个鸡蛋呢 煮上四到五分钟为好 在这个里面提醒一下家人 鸡蛋千万不要煮的时间过长 因为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就知道 煮的时间过长了 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性 生活不易 让我们吃出健康 吃出美丽 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 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将吃起来 带来不同的美食分享 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